大家上午好,我是大海,咱们又见面了 前前采的蘑菇已经晾干了 看见了吧 多好的蘑菇 存野生蘑菇 今天呢还得是办一个大事 这是刚才砍回来的大白菜 那个有一个网友啊 他想吃我们当地的野生蓝莓 我现在给他去买 买完了以后 给他用那个顺分会计直接给游走 这是今天最大的一个事 走吧,咱们去看看去 嗯,这个太阳 先放这吧,先游东西吧 先倒垃圾 把这个垃圾扔垃圾箱里 咱俩去买那个野生蓝莓 看看到边有没有刚踩过来的 我们当地卖这个蓝莓啊 都是当地的人 上山踩的 老头老太太 踩完了以后就是在路边 完了往那块一顿就卖 前面那是吗 还真有一份 好像没有红筒呢 对呀,你还能玩 不是 不是 就是晚上出来了哈 一会儿再找找 这个不是 蓝天白云 这左右有没有卖的 但往里面走走看看 现在野生蓝莓挺贵 这会儿有卖的 这个多少钱呢 150 150啊 这一桶是几斤呢 4斤多的 都给放好了 能打开看看吗 打开我看看 打开看看 完了 来一桶 这你踩的 不是家里人家里有衣踩 这冻的了 不是 就是冷藏了 就是保鲜 啊 长一个 行 行 那来一桶吧 你看看这桶又买什么 这桶是几斤呢 应该是4斤多 那就来这一桶这个了 来这一桶吧 这最后两桶 家里 我家已经到我妈家了 这几个瓶子啊 我妈都已经刷干净了 都已经用用开水煮的 完了这个呢 就是刚才买的那一桶 那个野生蓝梅 完了马上要给他装进去了 但是这个蓝梅啊 野生蓝梅装的时候呢 那个得放点糖是不是啊 要不就不放糖不行啊 不放糖的话 他该坏了 因为这个垂野生那个东西 你们看看 他跟家养的不一样 完了这个木耳啊 就是我们当地的秋木耳 今年的秋木耳已经都下来丰收了 大家看看好不好 完了这个松子 要给大家介绍一下了 有两种口味啊 这个是生的 就是原味的 这个呢是熟的 熟的呢是水煮的 这个水煮的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色 非常的好吃 水煮啊必须也作风 要不作风的话 他就容易坏了 妈给他装上吧 这我妈要给他装在瓶里 一点点装呗 切完浆别整碎了 要是碎一个的话 他就要全碎 就得一加点装 那没办法 你这朋友托我了 他跟我说的 他想吃当地的野生蓝梅 要帮他去买一桶 帮他给他 给他游过去 开始放白糖 要不放白糖的话 他就要坏 放这一点 这都是纯天然的 一点防护剂都没有 已经全部装完了 看看装多少瓶 一瓶两瓶三瓶四瓶五瓶六瓶七瓶八瓶九瓶 这一桶找我装了九瓶 你看这桶现在已经空了 装了九瓶 刚才我还怕白糖不够 我又去买了一袋白糖 那一袋白糖已经给用完了 要是不用白糖他也不行 完了 保鲜膜整一下吧 再用保鲜膜再封一下吧 一只保鲜膜再封一下口啊 对我怕他到时候封了一绳 我还炸呀 把汤一翻 不是 再这么封一下吧 那你说不是和塑料呗 不行打开盖放在盖里不行吗 一拧 你怕他什么 这宋姐就怕他给摔坏了 实际 这么不是废这个膜吗 我意思是说盖打开放里不行吗 塑料粘他也不行 这么的 对呀 全是他的 现在已经全部装到这个泡沫箱里了 为了把握点呢 外面带给他沾一层塑料布 沾一层透明胶布 我到这个送风快递了啊 现在把这些 这个野生蓝莓还有点鲜蘑菇 直接给优走 这边就是顺风快递 就这几个箱子 现在开始有一个两个 三个四个 嗯 嗯 真是 傻уст 因为 你 因为